中六切的一块料子 这个是一块小货头 大货头在上面这一包 已经做了个件 然后也已经卖掉了 手镯做出来没有想象那么好 一块石头大家都知道 开窗的时候窗口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当时开窗的位置 来吧 看一看 切完以后明显的感觉到 黑度它是变了 后面是有变种 从这边明显的 那么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胶 就是现切留下的 整体的底色是很漂亮的 这个地方金丝绿 这种一条一条的 整体的肿相当的OK 这块材料 黑度就不用说了嘛 打点水看看 来 这个地方其实 乌黑乌黑的这个地方 是可以做界面的 上面这一层白色的是棉 埃着皮的棉 其实把它切掉以后呢 它下面这一包肉放出来 就会特别漂亮 说是界面级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你说 做这么一颗小界面 没有太大的意思 整个石头给它整雕 做一个大件 后装的男士挂件 两边切掉 先整个形出来 然后呢给你们上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可能会没有太大的心意 但是起货效果绝对OK 而且肯定你们会喜欢 上设计 龙柱呢 终于大功告成了 抛官都抛了两遍 为什么呢 第一遍抛出来以后呢 它这个龙柱做的是一个亮面 首先设计的时候 这个是棉重的地方 那亮面的话 它棉就特别明显 抛完磨砂以后 它还是有一点 但是呢 有一点那种匀层的感觉 我们仔细看一下 整体飘得相当的棒 功用的相当的细 包括抛官你看 龙它这个指甲是亮面的 但是它的这个爪子呢 又是磨砂的 这个是背后 整体呢带有一点淡淡的蓝底 下面还飘了一抹绿 相当的一个大剑 作为一个挂剑 它是没有问题的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当成手把剑 因为它的尺寸真的很够 厚度呢 我感觉都是达到了1.5公分以上了